宋魏二 唐 王昌龄 醉别江楼局又香 江峰隐雨 入周梁 义君摇在萧香月 愁听清源 梦里长 王昌龄存诗181首 题材以五谷 七绝为主 题材则主要为离别 边塞 公愿 就数量 体质 题材 王昌龄的诗不如李白 杜甫 和高士 曾深 但质量很高 且以边塞诗第一 归院诗第二 后人考证称 王昌龄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且被誉为是成功的用七言绝句写公词的第一人 王昌龄的公愿诗可与李白争胜 今天这首颂卫二是一首颂别的诗 卫二 作者有人 名字极声平均不详 萧香 萧水在陵陵县与香水会合 称萧香 范纸巾湖南一带 清缘 吉缘 因其提升七清 故称清缘 诗歌大意诗 在菊又飘香的江楼上最隐化别 江峰把那细雨吹进小周 顿感思思寒凉 想象你独自远行在萧香明月下 满怀愁绪在梦里静听原题悠长 下期我们一起欣赏唐代才子 原整的一期令 茶 特别提一下 这首诗结构如宝塔 中国古诗里较为少见 且读起来朗朗上口 可见诗人文字功利